乘风破浪的姐姐舞公演播出后,对于节目组的造型,观众真的是无力吐槽了,幸好姐姐们的表演很不错,这才让观众重新提起观看的兴趣。 而这里面的表演,李斯丹妮组的情人大概是让观众最惊艳的,并且现场的姐姐,也张大了自己的嘴,对这个表演表示很佩服。 原来,李斯丹妮组表演情人的时候,居然跳起了钢管舞,现场气氛瞬间就嗨了起来,这个表演无疑是很成功的。 不过,也并不是所有的观众,对于这个表演就真的特别满意,比如说,万倩的站位。 众所周知,万倩因为手臂受伤,许多舞蹈动作不能做,所以表演的时候,她基本上都是唱歌,很少有肢体动作,站位也是稳居c位。 很多人觉得,万倩似乎从哪一方面,都不太够格站到那个位置上。 不过万倩虽然被吐槽了,可是伊能静这次的表演,还是让不少人挺惊讶的,今年她已经50多岁了。 可是在跳钢管舞的时候,她的表现并不比其他的几个小姐姐差,看来在台下没少练过。 可是她这个年纪了,还练习这种舞蹈,要付出的努力比其余小姐姐可要多多的多。 不得不说,伊能静在很多人看不到的地方,真的是挺努力的。 那么,对于这一次的表演,你有什么想说的没?